1.意志力 要下定决心 坚持修习菩提心的意志力 能够让我们等前进慈悲 更增长的这种力量 即是一种能够招引有益的善的力量 2.羞耻力 平常不论行作合适 善恶 不济明等业 都要时刻保持对菩提心的决心 一而再 再而三地去练习 尤其在遇到恶缘的时候 更要练习去修心 因此 我们说 这个叫做修持力 3.善种子力 当我们在升起菩提心时 是需要具备各种福德 善根善业的 所以 对于我们所有的善根善业 是不能觉得已经足够了 永远对造作福德善根 是要觉得不知足的 4.心思力 也就是 当我们升起烦恼时 只要知道它是过患的 是不对的 所以 要马上能够绝照 并且远离 断除它 不要 并这个烦恼靠近 尽量的 能够立即远离 然后 直到我们的心 能思维善法善念 在一开始 如果我们 不能够马上阻止的话 当它已经 在我们的心中 滋长 升起 壮大之后 就很难再断除 5.祈求力 不管做任何善行 我们都是要祈愿 但这里指的祈愿 是更广大的 特殊的 更好的一种祈愿 要祈求 愿以我力 带领众生 至解脱近 以致开悟成佛 甚在梦中 也绝不舍望 二菩提心 并且日日增胜 愿我 能善用任何障碍 与逆缘 成为此修行的工具 三 就这一世 修习菩提心的我们而言 死亡 是个不变的事实 当死亡时刻来临时 我们可在利用 灵死五地的修持 一 意志力 我们在灵中 中阴 甚至未来 深深适世 绝不忘失 两种宝贵的 菩提心 二 修持力 过去 曾修习过的 菩提心法门 此刻 更要 更要 谨记 在心 三 善 种子力 临终时 将全部财物 供养上十三宝 或给予此身 对我们 有恩者 此时 必须 心生欢喜 无一丝 执着 不舍 四 省 私利 我们因我执 自私 导致多生劫来 不断轮回受苦 此刻 又因他 再次感受到 死亡的痛苦 我们要做的 只是摧毁那个 想 我生病了 我快死的 但 我执 观念 五 祈求力 一 能力许可 我们念诵 七知佛事 供养文 如果不允 我们便一心 专注祈求 愿我过去 现在未来 三世 缩 积居功德 回向 生生世世 不忘 不提心 并随 时光流转 常 增胜 愿我 常遇 名诗指点 教导 珍贵 佛法 二 除此外 我们可 兼修下巴 如果能力许可 才加幅坐 否则 以吉祥握 用小指 堵住右鼻孔 利用左鼻孔呼吸 观想 慈悲与爱心 修 自他 教幻法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四 接着 絮观轮回 灭盘 生死 一切 只是 为事 所观 心本身 一空 无一物 将心安住 无论内外均无所缘止 保持这种状态 自然平稳的 不息不息 也许有些其他临终的休息法门 更为人所窒息 但此法简易好修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开生命电视台 梵音妙语时时文 菩提花朵处处开 弘扬佛陀众善法 慈悲喜舍乐开怀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是世界性的生命大道场 弘扬佛陀所有正法 放生 护生 吃书 念佛 诵经 持咒 帮助贫穆 造佛像 造佛塔 各种正法的国际世界大道场 所以希望你也来参与 也更希望你来护持 让这个国际世界大道场 能够弘扬佛陀正法 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 更感恩各位不断的护持跟关系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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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巴人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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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麻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死神将在你心思散满的时候掳获你 听闻的人们从当下开始修行 你的田地需要耕种或你的事业需要关注 或者寻找一个适当的伴侣是你的主要考量 我只能猜想你把时间花在哪些事情上 但是你要记住 你越是把人生浪费在这些事物之上 就越可能让死亡把你留给修行 所剩无几的时间夺走 不要让俗物的包袱 使你偏离追求佛法的道路 如果有一天 你生起修行的念头 那么就从那一天开始修行 如果有一天晚上 你生起修行的念头 那么就从那个晚上开始修行 无论在何时何地 生起修行的念头 就在当时当地开始修行 真是 哦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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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